嗨大家好,我是Stephanie,想多一步,仙人一步 最近我们看了很多老房子,有粉丝给我留言说想看大多地区新建的豪宅,最好还是学区房 没问题,这就安排,跟我一块儿上车咯 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个四十双车库独立屋位于多伦多北边的South Richville,属于Richmond Hill 这块风景的区域在Highway7和16街之间,东起央街,西至Bathurst 它因为又South又Rich,所以被我们华人称为南贵房 而这里的房子也绝对对得起这个名称,因为这里五六百万的豪宅比比皆是 甚至一千万以上的庄园也是有得见 大家都知道Richmond Hill几乎没有不好的学区,而这里的学区当然也差不了 生活设施也是非常的方便,Hillcrest Mall,大统华和Gold Station都在附近 而且未来的央街地铁岩长线的总站就在南贵房的东南角 所以这个社区未来的升职潜力非常大 好了,我们到了,给我一块进去看一下吧 右边是一个office 可以在这儿会见你的客人 同时呢,这儿还有一个会客厅 也可以在这儿会客 那么这个房子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一层是十尺的天花板 那么很多人会问说十尺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其实十尺呢,换算成一米的话差不多有三米多 那么我们知道老的房子呢,一般都是八尺的天花板 升级一些的呢,可能会做到九尺 那么这个房子呢,有十尺就显出它的特别之处了 好了,我们一会往里走看一下 这个位置呢,其实呢,是这个房子真正的玄关 因为这儿呢,是通往车库的 所以平时真正呢,你是从这里回家的 那这儿呢,就可以放一些鞋啊 还有一些衣帽啊,一些其他的衣物 这一个楼梯呢,是通往地下室的 虽然这个房子的地下室没有完成 但是将来如果你愿意完成的话 地下室呢,可以供客人去居住 或者是供保姆去居住 那么这时候呢,他就不需要进入房间里面 可以直接从车库就进入到这个basement了 那我们生活呢,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交集 好了,我们又回到了这条中轴线 右边呢,有一个卫生间 这个是供客人使用的 好了,回来这儿呢 很大很漂亮的餐厅 非常气派 这里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也是我觉得这个房子就是很精心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儿呢 其实他做的这个空间呢 是可以供宠物们来玩耍的 这个墙呢,也是比较高 所以如果冬天或者是你没有时间去 带狗狗出去溜的话 其实把它往这儿放 它就可以撒花了 那么还有一个优势呢 是因为他把这个空间呢 做成了一个空的 那么楼上呢 和两边呢就多了一些窗户 这样采光会更好 那这里呢就是早餐厅了 好了,现在来到了我最喜欢的厨房 这个厨房大家喜欢吗 这个方形的岛再加一个水台 那么平时我们做饭呢 准备食材在这里就够了 还可以跟家人平时聊聊天 那么这儿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水槽 也可以用来准备食材 然后呢,这是洗碗机 然后柜底灯也安装好了 这儿呢是炉灶了 那么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了 Wolf是非常好的炉灶品牌了 基本上是豪宅必备 那这个Wolf的炉灶呢 总共有八个炉头 所以即使你请一个大厨来做饭呢 我相信这八个炉头也够他用了 那么除洗完呢 这个烤箱呢也是很精心的 它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 可以根据你这个食材的量来选择 然后也可以节省一些能源 这儿呢都是一些储物的空间 我很喜欢啊 那么进一个冰箱呢 看过视频的朋友也应该知道了 SubZero是很好的冰箱品牌 也几乎是豪宅必备了 如果非得给这个冰箱挑出一点毛病的话 我觉得做成building的可能会更漂亮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family room起机室吧 方方正正 像我刚才说的 因为那个地方呢是空的 所以呢多了一个窗户 两边的非常的通透 而且我们中国人呢讲究说 南北通透其实是为了空气流通更好 所以如果到夏天的话 我们可以把两面窗户都打开 让它通通风 家里是不是很舒适呢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壁炉把火升起来 暖洋洋的非常的惬意 外面它的露台也进行了升级 这个露台是做了顶的 面积也非常大 所以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都可以烧烤了 怎么样 很舒服吧 不用担心风吹日晒雨淋 那我如果说要花钱升级的话 我觉得唯一就是可能要把这个地铺一下 因为现在是水泥的 如果能做成是木质的这个地板的户外地板的话 会更nice 好了 咱们到二楼去看看吧 好了 我们来到了二楼 先去看一下主卧 怎么样 这个双开门的主卧有达到你的预期吗 像我刚刚介绍的一样 因为那一边的这个中庭是有一段空间的 所以呢这个主卧同样是有两面床 所以把两面的窗户都打开的话 这个通风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下主卧的衣帽间 稍显简陋 我建议呢还是花钱做一点升级 把这个衣帽间的打造更漂亮 我相信女主人可能会有许多漂亮的包包 需要展示一下 好 这里呢是她的卫生间了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的吗 其实并不是 这个只是女主人的卫生间哦 所以呢 有洗手台 有一个贵妃缸 有淋浴 这个淋浴呢是和男主人共用的 这是女主人专用的马桶 男主人的卫生间在这里 有马桶 有洗手台 也有这个淋浴是跟女主人共用的 怎么样 我觉得很棒吧 你不需要跟老公再去想洗手台了 也不要再去跟他complain说 啊他的东西搞得好乱 是吗 好 我相信有很多小两口呢 在加拿大买房呢 其实都希望说能够保留一个房间给自己的父母支柱 那么也希望说父母的居住空间呢 也能有一定的舒适度 那我觉得这个房子就符合你的要求 怎么样 这个次卧 这个面积 这个采光 那么这里呢 有两个衣橱 妈妈和爸爸可以分开来放衣物 这里呢是单独的洗手间 那我知道呢很多爸爸妈妈们喜欢看电视 那么这个房子呢也预留了看电视的空间 在这 连线都系好了 是吧 然后除了有床可以放得下以外呢 这还可以放一小型的沙发 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在这也小休息一下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居住品质还是不错的哦 那么来看一下第三个卧室吧 在这 同样采光非常的好 这个卧室其实我很喜欢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卫生间呢 要跟第四个卧室来共用了 但其实也足够了 好 那么这里是第四个卧室了 这个卧室呢 稍微有一点不足呢 是它的采光不够好 因为它在侧面 不过呢面积还是一样很大 而且呢它有自己的衣帽间 哦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 其实楼上呢还有一个房间 在这里 这儿呢现在被用作了一个书房 但其实这个面积也足够放得下一张双人床了 所以如果你不够住的话 把它当作卧室完全OK 那么这儿呢 还有一个房间是洗水 这个laundry洗衣房 那么当过妈妈们的人就知道了说 有一个洗衣房在你的卧室 可避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宝宝随时都有很多东西需要洗 对不对 好了我们回到楼下去吧 好了这套南柜房的独立屋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房子目前还是在售的状态 屋主呢也是我的朋友 那么这个房子呢 首付是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的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不妨与我联系啦 我是Statney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